大家好,我們是東京走的橋 我是鮑伯 我是文恩 我們今天是有10個東京的都會公園 歡迎帶著小朋友來東京踏青野餐吧 觀光客大人們的上野恩賜公園 上野恩賜公園佔地約5-3萬平方公尺 然後它也是日本第一座公園 於西元的1876年正式開園 另外呢,這個公園裡面有蠻多的博物館 像是國立的西洋美術館 東京國立博物館 還有國立科學的博物館 不用入館在室外就可以看到一些美術作品了 另外這邊也位在交通的樞紐 它不管是到達市區或者是機場都非常的方便 在三月底的時候 上野公園的中央大道兩旁會布滿盛開的櫻花 賞櫻人賜一天可達數十萬 接下來要介紹的是井枝頭恩賜公園 它佔地大概400萬平方米 然後在1917年開園 那這邊也被日本評為是櫻花百名選之一 除此之外呢,秋天的時候來這邊看紅葉也很棒喔 建議大家在白天的時候來看風景最棒 這個地方在秋天的天氣來真的是最舒適的喔 這裡的湖會吸引不少人來踩天鵝船 但根據都市傳說,情侶踩完之後會容易分手喔 除了公園以外 周遭的吉祥寺商圈也有不少的商店、餐廳 以及Sun Road遊頂商店街可以逛 我們接下來要介紹的是黛黛木公園 黛黛木公園的面積大概是54萬平方公尺 然後在23區的都會公園面積大概是第四大 那以前是用於軍事的用途 而在1964年的時候呢 是作為東京奧運的選手村 而在1967年的時候正式的開園 由於這邊綠地的面積很廣 所以很多人在那邊野餐 那鮑鮑還蠻喜歡這邊 冬天的樹葉掉在地上那種硝色感 蠻適合拍照的 我後面這個噴水池這邊 也是東京能住你的賞英景點之一 這個公園也是東京人很喜歡來這邊 騎腳踏車或者是跑步的地方 下一個要推薦的公園是新宿育苑 新宿育苑被官方稱為東京版的紐約中央公園 它的外圍有3.5公里 它的面積有58.3公頃大 在這麼大的草地上散步真是舒適啊 再走個5分鐘就有一大片相當有日式風味的庭園喔 而這邊在春天的時候有上千朵的櫻花樹 也是東京人賞英的最佳景點 帶著他們的野餐店還有餐點在樹下賞英 真的非常的棒喔 那我們現在到了阿里塚川記念公園 這公園啊 於1934年開園 面積大概6萬多平方公尺 然後也是東京直批最豐富的公園喔 另外這邊距離廣尾車站大概只要5分鐘 所以有點像是鬧區旁邊的一個世外桃園 另外呢 這裡也很像是台北的天母 有不曉得歐美人士 然後蠻幽靜的一個小區 這個公園啊 與其說是公園 更有點像是森林步道 它跟自然的景觀啊 結合的蠻緊密的 而且因為這邊樹很多的關係 夏天的時候是來這邊乘涼 由於這邊的植皮非常的旺盛 所以聽說這邊風水很好 所以周遭的房屋非常的貴 我身後的這一片就是豐樹的區域啦 建議大家可以秋天的時候來這個公園賞豐虹 我們現在來到了光之秋公園 光之秋公園呢 那占地大概60萬平方公尺 然後比上野恩赤公園還大一點 那以前是軍用的飛行場 那以前是軍用的飛行場 這邊呢 在春天的時候可以響應 最有名是冬天時候的引進大道 另外周邊也有不少商場可以去逛逛 這個公園裡面啊 有一大片的草 也很適合帶小朋友來這邊撲個野餐點 曬曬太陽 那這邊的樹林區啊 就是要慢跑或劍走都還不錯喔 我們現在到了在日比谷站旁的日比谷公園 日比谷公園在明治時期的初期 曾經是陸軍的練兵場 然後在西元1903年的時候開園 它是日本第一個洋視的庭園 那整個的面積大概是16萬平方公尺 這個公園啊 冬天的時候有銀杏 然後春天的時候有櫻花 然後旁邊很多百貨公司 所以可以讓你逛累的時候 來這邊休息一下 在這個公園的中心啊 有一個花園 而且涼拔還有一些座位區 可以坐著欣賞 下一個要推薦的是 位在立川的國營昭和紀念公園 位在立川市的國營昭和紀念公園 從東京市中心過來 車程大約30分鐘 公園佔地165公頃 相當於6.3個大恩森林公園 3.5個羅東運動公園 本公園在1983年10月26日開放 以紀念昭和天王 以紀念昭和天王再位50周年 以紀念昭和天王再位50周年 看這邊 走還有一片花海可以看耶 沒想到啊 在昭和紀念公園 竟然這樣輕易就找到這麼大一片的花海 這個巨大的公園裡面還有一個日式庭園可以參觀 這邊有一個很經典日式庭園一定會有的 然後看出去非常的美麗 公園內還設有兒童森林與彩虹泳池 而且又能租借腳踏車 是個很適合親子同遊的公園 我們現在到石神井公園 石神井公園它大小約20萬平方公尺 然後它於1959年開園 那這邊也曾經是石神井城的舊址 然後於電昌時代的時候建立而成的 另外這邊是一個賞鳥的好地方 這個公園也出現在很多的漫畫、音樂以及電視劇裡面 這個公園跟吉祥寺的錦枝頭N4公園還蠻像的 但它這邊比較幽靜、遊客比較少 而且它一樣有天鵝船可以搭乘 我們這個公園大概逛了一半 我們這個公園大概逛了一半 那經過這個紅綠燈呢 會到一個更加自然的區域 那從這邊開始來就可以走到自然葡萄 這邊鮑勃真的非常推薦 大概我自己一個人 一兩個月會自己來這邊一次吧 我們接下來要介紹的是飛鳥山公園 飛鳥山公園它土地七萬三千平方米 然後是在1873年建立起來的 它跟上野公園呢 被列為日本最古老的公園 這個公園除了櫻花可以看以外 還有三個博物館跟田園喔 這個公園非常適合金子童遊 因為它這邊有一個專屬於兒童的區域 那除了一些設施之外呢 它也有一輛電車 然後還有火車的車廂 可以供小朋友參觀喔 這邊有三個博物館 其中一個是紙的博物館 另外還有飛鳥山博物館 另外還有一個色澤史料館 目前正在整修當中 我們現在走到了舊色澤庭園 然後這邊有一片很大的草皮 大家可以在那邊走走畫畫 以上就是東京的十個都會公園介紹 歡迎大家帶著全家大小 一起來東京踏青喔 我是帽王 祝文 大家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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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